James老师我今天去证券商开户 理财人员有推了一项三到八年到期的A级债券基金 营业元说和00864B的差别只是在于国债与公司债而已吗 因为他说是觉得安全 重点是现在买就是在等待降息的甜蜜点 不晓得老师您的看法如何 你绝对不要不可以听理财专员的任何建议 他们都在胡说八道 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很多营业员和理财专员 只是销售员完全无知风险 不可以投资超过一年的美国债券 下跌会很可怕 而且这所谓的A级债券 不是政府公债 这是垃圾债 这风险更高 你会破产的 当初美国次贷风暴的债券 全部也都是A级的债券吗 最后都变壁纸 你这位营业员要么就是太年轻 没经历过2008年的次贷风暴 不然他就是个骗子 现在是高利率时代 很多小公司发行的公司债 利息那么高 公司都倒了 你你借钱给这些摇摇欲坠的小公司 还拿得回本金吗 已经很多上市的公司债都归零了 永远记得不要听任何银行的理财专员 和任何券商柜台人员的金融建议 他们都是妖魔鬼怪 他们要赚你的手续费 他们不会管你的资产死活 真正有良心的理财专员和营业员可能有 但不多 你没那么幸运 你是投资小白 最好把耳朵闭起来 不要听银行的任何建议 公司债就是垃圾债券 会跌很凶 而且有可能跌到零 2008年的次贷风暴 跌到成币指的也都是A级债券 很多台湾的老人家因为买着A级债券 都破产了 绝对不要听从理财专员的任何建议 理财专员跟你说的话 不要回答 你讲任何话 他们都可以解释给你听 你就笑笑就好 不说话 不回答 你才不会被鬼抓去 一定要切记 切记 以上供大家参考 并思考你是如何做财务计划的 如有更多想法 或对我们的主题提供更多资讯 都相当欢迎与感谢 请在下面留言分享 可以帮到更多人 感谢观看本篇影片 如果你喜欢这个主题 请给我们按赞和订阅分享转发 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和经验 撰稿 James